甲秀泉不心痛吗 女族功臣王小雪哭了 做客直摔间正式摊牌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点体育 九点体育咱们聊九一点 在视频的开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击一圈的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女族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我们要跟着转 中国女族时隔16年再次夺折了亚洲杯冠军 而大家都知道 女族主帅水庆霞其实是陈旭远内定的主帅 而当时也是受到了球迷的质疑 不过水庆霞执教期间 已经在全运会以及亚洲杯保持了九连胜 但是谁有无法想象 中国女族在欧赢会的惨败之后 仅仅是三个月的时间 水庆霞就能帮助中国女族夺得亚洲第一 并且战胜了世界排名第十一的日本队 以及世界排名第十五的韩国队 现在水庆霞更是被认为本土最强的主帅 甚至球迷表示水庆霞完全可以执教中国国族 不过女族得冠之后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韩国队进球的王小雪 也是做客了直播间 如今女族功臣王小雪是哭了 当初是问道 今年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而王小雪直接就哭了出来 那就是希望球迷不要再骂她了 而王小雪也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因为在奥运期间 贾秀全执教期间 女族姑娘是三场丢了二十个球 而这三场比赛 王小雪送给了对手多个点球 以及防守的漏人和关键球的处理 都让对手抓住了机会 如今王小雪正式摊牌 女族已经不是从前那支女族队伍了 贾秀全已经下课 水庆霞执教的女族是亚洲第一 而如今王小雪成为了中国女族的英雄 也是中国女族的功臣和骄傲 球迷也看到了她自身努力之外的东西 她更是感谢水庆霞对她的不放弃不抛弃 而贾秀全应该对所有的女族球员 说一声对不起 再不道歉就真的晚了 而贾秀全选人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失误 谈到选拔队员人员的标准 水庆霞表示 首先要有强烈的荣誉感和爱国精神 这是我选拔队员的基本标准之一 个人能力上 要在中超女队是绝对的主力 在平时训练中 我们也很注重给队员灌输 积极向上的战斗精神 这和我的性格有关 既然代表国家队 肯定是要拿百分之百的努力 球可以输 但是人不能输 足球精神应该是这样 那么大家怎么办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一项的关注按钮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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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